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 现在我手里这两款就是爱石头最新的NA87 这一款是99元的机械轴版本 这一款黑色的就是 199元的 磁轴版本 前两天才做完199的吕陀陀成名键盘 哎呀这最近的 星体王炸还是挺多的 那这把键盘有没有和我想象中的一样为了做到99 或者199的价格 把填充轴体外壳该砍的都砍了就剩一张板子给你 他并没有这么做 甚至还有闲工夫去做一个全新的结构 就是中间这一些黄色垫片待会拆解的时候会聊 背板上也做了一些类似蜂窝状的装饰 并且还做了一个磨砂和亮面的点缀 甚至正面这一块爱石头的名牌还是 金属的 这个99元的版本可能看着会 更加的明显一些 虽然只有99块钱 外观手感各方面在这个价位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本期视频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这款磁窝吧 这个可能能聊的地方比较多一些 这个99元就是单纯暴力的香了 待会放到后面聊 毕竟还是磁窝键盘了 我们不要被外观所迷惑了 用起来会不会 断触这个时序表现怎么样 才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的问题 点针投币 咱们开始本期视频的 正式评测 简单测了一下 711克的机械轴的版本是 696克稍微轻了一点点 前高 19.49 还是蛮不错的一个表现 毕竟价位就摆在这里啊 黑色的版本我比较关心的还是这个 赛文做的均不均匀的问题 那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黑色的键盘在一些开孔的部分 比如说正面的三个指示灯开孔 或者说是 背面的螺丝开孔附近 还是会有一些硬力纹的存在 那如果实在介意这一点的话 也可以选择白色啊 这个白色看的就更加的 高档一些啊 整体的色调是偏冷的 也蛮契合这一套 剑帽蓝白双拼的主题 比较让我正经的还是 是这款键盘 特别是 持组键盘的 手感调教啊 这个空格 听了之后也都很难想象得出 它是一款 持组键盘 也是延续了艾斯头一贯 非常优秀的 这一个 大键调教 毕竟嘛还是持组键盘嘛 说再多外观 也没有啥用啊 那经过我的测试 按下时区是要比台积时区 稍微 大一点点的 我测的是 PitchDump PitchUp 这两个按键 台积时区呢 这个PitchDump是可以做到0.07的台起 甚至在这个PitchUp的键位啊 它表现出了 零死区就是刚好到0.1就会断开触发 按下呢就会稍微大一点了 像上面这个PitchUp来到了0.2 下面的话0.23左右 稳定性方面 我个人是不太推荐把参数拉到0.1了 因为在0.1的情况下这个 呃是比较灵敏的 只要你手稍微的晃一下 就会有轻微的断触情况出现 死区这个东西吧 真的有点像赛博斗区区啊 在日常的使用中 我个人是推荐把死区参数拉到0.2或者0.3 在游记中啊 稳定性是远比那一点死区来的 更加重要的 起码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驱动呢 爱石头这边也是做的简洁的 那整体使用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稍微改进一下 选择应用键位的部分 他只有单个按键 或者全部按键两个可选 就是说如果你想单独应用 右侧这一片功能区的话 你就得一个一个点 他就没有框选这个选项 最好加上这样整一个应用的体验 会好上不少 其他的一些地方 包括整体驱动的动画 还有简洁程度 我觉得已经领先于 目前国产的绝大多数 键盘了 199的键盘有这样的驱动 做梦的效果声 好了 说完了持组 机械轴版本 也是不可忽视的 本来我以为 这个99元的机械轴版本 是拿来当配角的 没想到 这个才是主角 这个质感 就没人敢说 他是一款99元的键盘 起码 质感这方面 气质方面 是上来了 爱石头真的一天都没有 忘记我们穷哥 唯一有一点 漏心的地方 就是 上盖 和地位版 做成了一体了 稍微暴露了一下 这把键盘的定位 轴体用的是爱石头自家的 V式轴体 压力就和普通的红轴 差不多 45克左右 这个价位 我 对轴体的要求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 杂音 还有 顺滑度控制好就OK了 也真的不再要求什么 什么 HIFI 什么麻将也了 实际的表现 还带了那么一点 提前触底 润滑是做的比较薄的 弹簧的 回弹稍微软了一点 如果把这两部分 跟上了 这款轴体 说不定就不符合 这个价位的表现了 去到 更高价位了 总体来说 这个轴体 也算是符合我 对这个价位轴体的 心理预期了 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大家如果到手不满意的话 这款99元的键盘 还是支持这个 全键 轴做热插把的 自己换上就OK了 然后是拆解步法 顺带说一下前面提到的 Aster结构 是个什么东西 打开键盘之后 因为这个键盘的 订阅板是塑料的 并且和上盖 融为一体 所以就可以通过 镶嵌在上盖内的 12颗黄色硅胶垫 来作为支撑 可以想象一下 键盘的上盖 作为整一个内档结构 通过这12颗硅胶垫 来支撑 那四周的卡扣 和底刻螺丝 只提供一个 这一轴向下的固定力 那我们按压打字 这个这一轴向下的力 就被这个垫片 这一轴向上的力 给缓解了 脑洞非常大的一个结构 并且在我按压 边缘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边缘的硅胶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下沉 相较于Gaski 结构 它的变形程度是更趋向于 整体的变形 侧面可以看到它的内档是直接暴露在外面的 打字的时候 空枪音会随着左右往外发散 声音也会更加的好听一些 但这是学学层面的问题 当然就算 它的PCB板做了单件开槽 因为 上盖还是一整体的 所以整体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形变 主要还是依靠周围的硅胶垫来做一个缓冲 并且有一点需要提到 大家如果想拆解的话 除了这四颗在外面的螺丝之外 脚贴下面还藏了两个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关于替换轴的问题 就是这款 磁破轴 它是可以替换加拉隆的那个磁玉轴的 才替换好了之后 重新校准就OK了 那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必要替换了 这块合金代工的磁组表现已经是 非常符合我的期待了 就看大家到手想不想去折腾了 总结一下这两款键盘 毫无疑问给我最大惊喜的还是这一款 199的磁组键盘 做到了非常完美的死区 驱动雷做了独立的定制 并不是那种公版的驱动 更加于上手 在结构上也是有那么一点 自己的小心思 虽然是用了这种 塑料的定位板和商概做成了一体 但出来的声音和调教各方面并不差 至于这个99元的机械手键盘 三层填充 对于这个价位来说已经尽力了 在这个基础上外观也并没有 工模化 还做了一个全新的结构 拿来入个门是完全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预算实在不多 拿来入个门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轴体 我觉得到手有实力 还是自己安排一下 这个回弹确实稍微 疲软了一点 如果在这方面还能再优化一下 那声音上还会有一个 更大的提升 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在评论底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